好 那今天我要先从就是Scratch这个平台先介绍一下 那可以看到这边呢有很多个圈圈的部分呢 就代表你的code 全部的code都在这边 好所以那上面这边有一个code section 然后这边有一个custom section 这个custom这边就是你每一个角色呢 它可以换的你可以当作是服装 那有时候它可能原始设定是给你一个custom 那你可以自己按右键然后duplicate复制 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再做一些更改修正 然后你这边就可以再创造出其他自己的更多的服装角色 所以假设比方说我这边随便乱画一个 那现在等于就是我有三个不同的custom可以替换 好所以你可以自己呢去做创作 那我现在只需要两个 那接下来还有sound声音的部分 scratch里面也有预设很多种音乐你可以选择 那进来之后你可以把滑鼠呢移到你的play profile键 不要按下去你就可以先听它的声音 最后要的话呢你再点它你就有这个音乐可以使用了 那之后呢我们再教大家怎么使用音乐的部分 那现在这个就是scratch里面基本的使用者界面 那这边呢我已经先做好了两个sprite 你的sprite要从哪里选呢 就从这个小猫咪的这个图示这边选 你可以从图库选你也可以自己画 然后你也可以就是随机 看它给你哪一个你就哪一个 然后它给我一个太阳眼镜 你也可以换成这样子 但是我今天还是想让它带小圆圈太阳眼镜 那最后呢你当然也可以自己从外面的网站去抓你想要的图片 然后上传到scratch 你就可以做你的非常客制化的project 好首先呢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假设呢你有很多个sprite 假设我现在又再另外选一个 蝙蝠好了 现在我有三个sprite 那你要注意的是 你要看好你是在跟谁说话 所以这个code是说这是给我的 我的艺术家 然后蝙蝠是给蝙蝠的code 所以你不要把code放错地方 这样子你会下错指令 好然后接下来要跟大家讲 学程式的第一个入门就是event 那第一个我们会用到的event呢就是绿色旗子 这个代表就是when green flag clicked 就是我按下绿色旗子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有的你的程式你的动作呢都要先有一个触发事件 它才会执行以下的动作 所以你的event永远都是放在你程式的第一个开头 所以你不会发现你不会看到有这样子的东西 因为它永远是开头 它后面就是看你要接 其他的什么code 好那这边呢 假设我用两个event 一个我跟他说当我按下绿色旗子的时候 请你帮我换到costume1 那你要怎么知道这个名字是什么呢 你可以来costume这边 这里有一个costume 名字就在这里 这个名字是你可以随机改的 你也可以打 1也可以打2随便你取 这个没有什么所谓 好然后他这边就会自动把你换掉 那这里呢 另外一个触发事件呢 就是我跟他说when space key press 当我按下绿 sorry 当我按下空白键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空白键我跟他说我要换下一个custom 下一个服装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 现在呢我的空白键呢有 下好了指令 就是我要换服装 所以我现在每按一下 空白键他就会帮我换下一个服装 那但是因为我只有两个 两个custom 我只有两个custom 所以他就是在这两个之间 互相做交换 假设这个是第二个custom custom number two 现在呢我想要从头开始 那我就按绿色旗子 记得吗绿色旗子他跟我说要换到custom one 所以一切就会回归原来的样子 那蝙蝠呢因为我什么东西都还没有跟他说 所以呢他现在不会有任何的动作 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你要知道的观念就是 events events就是触发事件 要先做了什么动作之后 才会触发你以下的code 好那现在我要跟这个steve说 我按下绿色旗子的时候呢 先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 我想要他forever回圈 就是你要不断的重复做什么事情 那scratch里面有两种不同的回圈 有一个是forever 一个是repeat 那repeat你当然可以设定 你要repeat几次 那forever呢那当然就是永远 一直到就是你的电脑坏掉啊 然后到你的电脑炸掉 他才会停止 当然没有那么严重 就是你按暂停的时候 他就会停止了 只是如果你没有给他任何指令的话呢 他就会一直循环不会停 那现在呢我就可以要他自动 一直帮我换custom 所以在looks跟外表有关的呢 the code全部都在looks里面 所以我现在要switchcustom 我就一直nextcustom就好了 所以他就会不断的帮我一直换下一张custom下一张custom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哦 当我按下绿色旗帜的时候 他就很疯狂 为什么这么疯狂呢 因为电脑他其实动作很快 那他在换的时候 因为你他马上你这边没有其他的code 他就马上跳回去原来的又再一次再换一次custom 所以这中间其实动作很快 那有时候会快到呢我们人眼看不见 或者是看起来就像这样 非常的奇怪 要怎么控制他呢 怎么让他慢一点呢 你就在control里面呢 有一个wait one second 那我就叫他等一秒钟之后 再换到下一个custom 所以现在我的forever里面有两个code 一个是换到下一个custom 然后等一秒钟 然后结束再继续forever一次nextcustom 等一秒钟结束 他就会一直不断的巡回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他现在看起来就比较正常一点 当然这个一秒钟呢 你可以觉得太慢 那你就改0.5也可以0.3也可以 他就动作会比较快 好 那你学会了吗 第一个很重要的叫做event